7月8日下午,清华大学在法律图书馆召开各单位党委党总支书记会议,对学校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对近期工作进行通道讨论。 校党委书记陈旭主持会议,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江盛耀,校党委副书记李怡斌,过勇,向波涛出席会议。 陈旭指出,各院系单位要积极落实暑期教学工作安排,提前研究部署下学期、线上线下教学、校内巡查和新生开学等工作,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筹备建党100周年和110周年校庆,加强学校和院系的沟通协调。 会上,党办校办主任从振涛通报了二级单位党建评价指标体系,学校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组织部部长许庆红通报了2019年度民主评议党员和党支部工作评议的有关情况。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秦川,巡查工作办公室主任刘秀成,校使馆馆长范宝龙,分别通报了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本年度巡查安排和校使长改版工作。 副总务长关兆东和保密办主任熊建平分别部署了暑期防汛工作和迎接双随机保密检查准备工作。 数学系党委书记叶俊汇报了院系党委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线上教学和毕业就业工作顺畅进行的有效做法。 生命学院党委书记吴魏,围绕学院充分发挥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进行了交流。 校医院党委书记郭建立分享了校医院全面从严治党与实际疫情防控相结合,切实提高防疫水平的工作情况。